看到王宝强出现在刘若英演唱会的那一刻 才真的相信 娱乐圈真的有很长情的感情 八角龙中上映前 王宝强才发现自己的主题曲还没有着落 但电影投资早已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 根本没有钱再去请一线大咖 怀着忐忑的心情 他拨通了刘若英的电话 听到宝强这么说 刘若英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即便违抗自己的团队 刘若英也要坚持帮这位弟弟一把 就这样刘若英零天愁为王宝强演唱了主题曲 亲爱的小孩 那一刻王宝强哭了 两人的第一次合作还是在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 那时王宝强还是刚入行的新人 戏里王宝强把刘若英当姐姐 戏外王宝强也把刘若英当亲姐姐 刘若英曾说他们的联系其实很少 但是每年生日都会收到王宝强666的红包 这么多年王宝强都没有缺席 刘若英说 这叫记得 这叫有心 这叫长情 2008年刘若英来内地开演唱会 特地邀请王宝强来参加 没想到王宝强以工作太忙为由 一口拒绝了刘若英 那时王宝强已经凭借士兵突击爆火 这个借口也无可厚非 谁知在演唱会的那天 王宝强给了他一个惊喜 他怀抱鲜花悄悄地出现在了刘若英身后 2018年刘若英电影首映 他给王宝强发消息 在北京吗 王宝强回了一个字 在 首映当天王宝强准时出现在现场 只要刘若英有要求 王宝强次次都会到场 于是 听说这次八角龙中 王宝强需要自己 刘若英二话没说 就到了现场帮忙 一个八角龙中 居然让天下无贼的剧组重聚 刘若英零片酬 为王宝强演唱主题曲 刘德华再现一首经典 这一下子就把观众拉回了20年前 在看完八角龙中的电影后 刘德华更是非常认可王宝强 我真的没想到 宝强当导演是这么有能念的 太惊喜 就连导演 冯孝刚也来到了现场 帮王宝强宣传 对此 王宝强也是知恩图报 特地在台上感谢了导演 感谢了冯孝刚导演 让我成为傻哥 不忘初心 直到听到刘德华的这句话 才明白为何大家都爱王宝强 真诚 你的善良都没有别 直到半个娱乐圈的人 都来为王宝强宣传新电影 才见识到了 宝强人脉的强大 八角龙中 新片首映时 圈内明星纷纷现身支持 好兄弟陈思成 现场为王宝强宣传 大导演乌尔善 黄建兴 演员张子峰 郝磊等人到现场观看 就连莫言都被电影感动落泪 除了首映会 线上的宣传更是豪华 冯小刚 吴京 任贤旗 真子丹 一起为王宝强加油 真子丹更是发长影评 八角龙中 星爷也晒出了自己 看八角龙中 感动落泪的视频 并且发文配上 宝强不仅是 他见过最优秀的演员 也是他见过最优秀的导演 对此 王宝强激动了回应 根本不知道 说些什么 表达自己的心情 能得到星爷的认可 是他的荣幸 八角龙中 如今票房突破19亿 王宝强也实现了 自己当年 在金扫帚的承诺 这次算是欠观众一次 这次算是欠观众一次 我相信 自己未来 努力 不断地学习 一定会成为 大家心中 比较合格的一个导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